字幕提供 来 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的花 终于开花了 那时候开了一次花死掉 然后过了那么久才终于要开花了 哟 什么事YouTube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我是Gion啦 今天是我們的疫苗日期的最後一天了啦 然後這整個禮拜講真的啦 都好像平常的生活這樣子 就也沒有講特別生病還是什麼 就那第一天痠痛啊然後發冷這樣子罷了 也沒有發燒也沒有什麼頭暈啊 什麼的都沒有 所以可以總結的就是這樣子啦 所以我不知道其他的人是怎樣啊 但是對我的話是沒有什麼影響啦 就是有諮詢過醫生講 可能是之前的抵抗力太弱了 所以才導致到沒有反應 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所以我在昨天的影片就講到 就是要求診這個東西啦 所以就希望是有一個答案這樣子 就給我解掉那個心理的疑惑這樣子啦 今天是疫苗日期的最後一天了 就代表著這整個系列的完結了啦 所以可能就是 就是可能過後會有什麼特別的更新 我才去更新這個系列 要不然的話就是這個系列就已經是完結了的啦 也就代表著這七天過去了 所以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發生了 所以這個東西就已經是完結了的啦 OK OK 順便給你們分享一下我的這個頻道的一些 analytics的東西啦 所以我有一個 video啦 是關於這個estima club的 就是那時候2019年的那個兩週年慶啦 就那時候他們就有叫我幫他們拍一點video這樣子 然後沒有想到這個video齁 可以破到差不多 你看我剛剛看到差不多 破到3600個view了啦 雖然是差不多已經一年多的事情了 才累積到這樣多 但是齁 是蠻surprise一下的啦 對我來講已經算很surprise了 你看啊 之前的video啊 都是200多啊 300多啊 然後這個becock trip啊 是8個月之前的video 我這樣久 8個月這樣久沒有update齁 我最近的一個video是這個 我在賣這個vanzo的這個口罩啦 就那個view真的是相差太遠了 drop太多啊 因為可能也就是我太久沒有update了的關係啦 又或者是那個video真的是沒有什麼trend 就那個view就 嗯 還好 對我來講是很低很低的啦 就有時候哦 呃 這個東西啊 其實有時候我還在想 是不是要continue做 因為 那個view就是 那個時間 的付出跟那個view是不成對比的啦 讓我沒有這個motivation再繼續做下去啊 因為 有時候是真的花了很多時間去 edit啊 去放bgm啊 去放這個放那個啊 然後 然後 變成都是沒有人在看的啦 所以 嗯 我是有 講過還有不要繼續做這個東西的啦 但是 呃 人家講的堅持就有希望嗎 就 呃 試試看堅持的這樣子做下去看會有什麼結果啦 然後我相信你們有看到這個人啊 這個是 呃 這位是 這個是 其中一個我 有真正出來 見過他的一個 youtuber啦 這位youtuber勒 他是專門拍那種pov的啊 呃 關於車的影片的啦 為什麼我會認識他就是因為他有拍一個pov的影片關於mivy上原頂的 就那時候我有 在 嗯 在youtube 在我的電話還是在我的 電視機 滑滑就突然就滑滑滑滑到看到他的影片 就覺得ok好像還蠻不錯的哦 就點進去看結果就這樣子 迷上他了 就 一直還有出影片我就一直關注他 我忘記了總之就是youtuber的Mazza2的影片 他就有講 他要去google ok然後我就有 在其中一個他的其中一個instagram story我就有reply他 然後過後我就有跟他問了這個事情然後 看開看開了我可以跟他 就好像喝茶這樣子 所以我就剛好那天我也得空然後我就跑下去google去找他啦 這個人啊講真的啦 他算是 呃 對我來講啊算是一個 呃 好的榜樣 好榜樣啊 就是他 嗯 他本來是做旅遊業的嘛 然後就 因為這個mco 疫情的關係就變成沒有遊客進來 然後 他就變成失業了 然後他就跑去轉行啦 包括 就轉行啦 轉行 然後 呃 這個youtube就是他轉行的一個行業來的啦 所以 呃 我也見證到他的成功啦 從原本一個導遊然後失業然後變成現在一個 這麼小小小有名氣的一個youtuber啦 我是覺得他是 呃 真的是讓我有一個榜樣啦 就是路不轉人轉的一個榜樣啦 所以 呃 我也還在努力著啦 希望有一天我可以 像他這樣子啦 不要求有很紅 但是至少有一點小小名氣這樣子啦 這個就是我想分享的啦今天 就是 Adran這個youtuber真的是有 有inspired到我啦 雖然 呀你們剛剛看到我那些analytics 嗯 不是說很樂觀 但是 我就想 繼續下去啦 因為 可能過後 會 會 可能我會拍 盡量啦 去找content來拍 給你們看啦 但是 就是要等mco過後 再看怎樣子的啦 因為 未來的東西很難expect的啦 總結來講 呃 這個疫苗 不管任何什麼的疫苗都好 就 盡量啦 鼓勵 就是身邊的人 呃 去 多多打這個疫苗啦 因為 講真的 現在疫情那麼嚴重 而且 又有很多那種變種的病毒 已經進來馬來西亞了 這個 這個疫苗呢 是利多於弊的 就是他的好 多過他的壞的 並不是每個人打了 他都會死 就算你要這樣子講的話啦 你要看他的死光 是多少 呃 我看到了啦 接種疫苗後的死亡率 大概是0.00008%了 就 很小很小很小的幾率 所以你看啊 現在每天都有人 中這個C19 中這個病毒而死啦 這樣你有聽過每天 有人中這個疫苗死咩 就算有 你要看他的比例 跟中這個病毒的比例 他的相差 那你們可以自己去阿嘎出來啦 真的是 鼓勵你們去打這個疫苗啦 不管是 身體有問題的 如果你身體有問題 你可以去做一個body check out 給你的 給問你的醫生 看是不是 你是不是適合打這個疫苗 如果沒有的話 yes 去打就是了啦 所以 再一次的鼓勵大家去打這個疫苗啦 OK 利多於弊啦 真的 OK so我今天要分享的東西 就這麼多啦 so 我也在這裡講一下 這個疫苗日記已經 停止update了 所以今天是最後一集啦 so yeah 我們 下一個影片再見吧 拜拜